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应用在全球经济的观察当中 从昨天我们特别引用了美联储 纽约美联储在9月26号的一个内部会议的报告来进行分享 我看到很多观众很多粉丝的反应 觉得非常坚涩 也认为这是美国的对于货币政策丢出的一些逃脱方案 我们等一下从化学奖跟物理奖 从自然科学领域来看到社会科学的进步 社会科学的进展到底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特别这一次诺贝尔化学奖 讲的是有关于这个煤盒 这个叫做金牌煤婆 金牌煤婆 透过分子的化学反应 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煤婆 一个煤盒的一个介质 跟这个模型 那这跟经济市场有什么样的关系 让我们想到的货币的意义 货币的功能货币的中性 好我们先看到市场的发展 这几天最大新闻 大家观察的是英国首相特拉斯 他会不会是英国近年来最短命的首相 随着这两周英国经济跟政治社会的动荡 似乎特拉斯在年底之前下台的可能跟呼声越来越高 好我们先看一下他上任以来 因为从9月8号英国女王逝世之后 特拉斯被拖累 似乎他的不满意度就开始逐步的一个上升 特别是在9月20号 特拉斯承认英美的贸易协定 推动进展非常不顺利 到了9月23号提出了震撼市场的预算进化 引发了英国的股汇在三沙 更让英镑几乎是跌破了1985年的低点 这个使得整个英国市场的大幅动荡 也让英国人民对特拉斯的执行能力 跟行政企图表达了非常的不满 到了9月26号英镑创下利益新低 到了9月28号那个周末 英国亚航紧急的出手购债 实施短期的救市方案 到了9月30号 英国的债息展望 遭到标普的展望调为负向 到最新的10月2号 保存长大会当中 他替原来的预算计划来进行一个辩护 最新消息 他逐步的要取消 他之前的一个预算计划 我们看到 因为目前特拉斯的一个支持度 跟反对程度 已经来到42% 甚至目前从整个全英国的调查当中 有英国超过50%以上的国民 是希望特拉斯下台的 原来保守党是执政党 可是目前保守党跟工党的支持度 一下子拉开超过33个百分点 所以对于执政的保守党 目前的民意支持度的低落 当然现在没有选举 可是影响冲击是非常非常大 甚至保守党内部 也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 认为特拉斯应该请辞下台 好 这个特拉斯 他是大法官 他是外交大臣 从这个大法官外交大臣 一直接任到英国的首相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就是一个非常讲究 意识形态的行政官僚 基本上对于行政 对于经济事务 他没有太多的涉猎 我们知道在英美的大法官 这种叛逆制 海洋法系 其实这个意识形态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之前我们做过专题 美国大法官的提名 他主要就是观察 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 特拉斯当过 外交大臣 基本上更是整个新冷战时代 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可是接任首相之后 他所要面对的不是意识形态 而是经济发展 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在这边他大胆的想东师笑评 学习当年的柴奇尔夫人 结果果然是东师 被大家现在可能会推翻下台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在开始市场慢慢越多的讯息 当时为什么英国邀行 要紧急进行购债 也就是量化宽松 甚至就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QE计划 在最新的消息 昨天消息 英国央行的副总裁 在国会报告的时刻 他提到 在9月27号的那一天 英国长天期的国债 以30年期的殖利率为例 发出了可怕讯号 因为当时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 当日早上一口气爬升了0.67个百分点 就是67个BP 非常多的类似LDI的基金 我们说明过 非常多的退休金 通知银行 按照9月27号的市场的一个价格 可能被迫要开始进行全面性的清盘停损 甚至破产清算的动作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英国央行不得不24小时连夜加班工作 跟英国财政部沟通完之后 提出了在9月18号的紧急购债规划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在10天之前 大英帝国差点就要亡国了 为什么叫亡国 因为英国的退休金大规模的破产 英国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 就是社会福利 社会保险 就在9月底的那一天 差点要全面清算 而英国的金融 英国的市场 已经全面出现了流动性巨大的风险 整个市场失灵机制 已经来到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一个错误的领导人 一个非常奇葩的政策 差点在上上个礼拜 把英国搞到破产 我们都不知道 直到英国央行的副总裁 来到国会受到下议院的议员直选的时候 才讲出当时的惊心动魄的发展 所以在市场关心瑞士信贷 是不是有破产危机 是不是雷曼兄弟弟的时候 其实我们差点输掉 英国在上上个礼拜 差点变成了希腊 差点变成了欧珠 英国差点破产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英国在面对全球的 一个加息跟紧缩管当中 特拉斯的一个减税方案 引爆了什么样的火药桶 为什么英国的经济 英国的经济实力 伦敦金融城 竟然如此脆弱 不堪一击 逼迫的英国央行必须实施 紧急的购债计划 来进行护盘 这是个救国行动 这个24小时之内进行的救国行动 直到了两周之后 在国会的听证跟职讯当中 才讲出这个秘密 观众我们都不知道 差点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就在那个周末就要破产 我们不知道世界最大的救援中心 英国伦敦 在那个周末 差点就要完蛋了 世界发明社会安全制度的先端 全球最早进行社会保险制度的英国 差点在两个礼拜的周末 差点就完蛋了 如此大的新闻 如此大的一个转变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伦敦金融时报 就开始做一个观察 伦敦金融时报 在美国的编辑委员会主席 也是特约编辑 泰特发表的一个文章 提出了危险金融稳定的四个引爆点 我们从这个角度观察 到底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今天是瑞士信贷吗 还是只是单纯的英国养老金 恐怕都不是 这个背后隐藏的风险 其实不断的堆积 像干财遇到了烈火一样 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一次的紧缩跟加行玄当中 到底触发了什么样的干财 引发了可能多大的风险 这个背景如何 我们跟大家报告 因为随着全球化的破碎 全球第一大国跟第二大国 中美在贸易 在商务 在合作 在技术发展当中 全面的冲突 跟全面的决裂 全球化的破碎 是已经就在发展当中 这个全球化的破碎 我们自己提到 原来全球化底下 这个长供应链 变成短供应链 像汽车产业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长的 这个长链 长的供应链 因为汽车的零组件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在全球的分工 非常非常的复杂 就所谓的长链 可能从日本出口某项成品 在第三地加工成另外一个半成品 再把这个半成品运到第四地进行加工 最后再运回日本进行组装 所以这个中间的贸易加工往来 是非常复杂 汽车产业是最明显的一个长链的观察 从全球化破碎到长链 正在转变成短链 我们看现在全球化 这个布局 包括日本商业车厂 像丰田 像日产 像本田 都准备在中国市场以外 建立第二个生产的供应链 这个就变成一个麻烦 从原来的高效率 变成了高稳定度 高信赖度 我们以Toyota为例 以日产为例 以本田为例 本来很多的零组件在中国生产 不仅满足全球最大汽车市场 成品的需要 同时达到规模经济 还可以供应其他的经济体 像台湾的Toyota为例 台湾最畅销的几个车型 包括像奥提斯 像Yaris 都是广州的模组 广州的模具 广州厂的设计 广州厂的零件 所以台湾机场最特卖 最畅销的Toyota的车子 其实很多连模具 连设计 连零组件 都来自于丰田 在广州的卫星工厂 来自于供应链 现在Toyota要切割成两套 中国一套 中国以外一套 做两套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成本提高 我们再举个例子 什么叫做从高效率变成高稳定 高可靠度 我们就以核电厂为例 以前一座核电厂 反应炉大概30亿美金 就可以建成 大概100万千瓦的核电厂 30亿美金 可是现在一座核电厂 没有7 80亿美金 是下不来的 什么原因 为了保护核电厂 千万分之一的恐怖风险 进行了非常多的安全准备 像以台湾的龙门电厂和磁场为例 甚至在山头上挖了一个接近像水库一样大的池塘 避免一旦遇到了紧急停介的时候 需要靠自然的动力来进行冷却 而这个一个池塘一挖就是几十亿 这种安全设备 那不是走一个 不是两个 不是三个 所以我们知道 从一个讲求效率的发电厂 到进入一个讲求稳定可靠的发电厂 那它投资的规模就是轻易的翻倍 那除了核电厂之外 包括全球供应链 一旦要从原来的高效率变成可靠性 变成一个安全的供应链 这个投资是翻倍 翻两倍 翻三倍 翻四倍 所以我们看到 威脅就稳定了 我们直接指的是美联储的升息 有没有想过 美国想要再制造 可是美国国本土的物价长成这个样子 美国本土的工资失控了 美国本土的职缺 缺工问题如此严重 美国如何把制造业回流 你要去想 这个升息 把通胀 把物价 把劳动市场调整回来 才是能够把制造业 搬回美国 或美国周边的一个必要条件 工资高算了 现在不是工资高 是找不到劳工 你懂吗 现在不是贵 是买不到 所以买不到 所以基本上 美联储政策 我们就想 假如用政策 用民粹来指导执行力 反过来 怎么执行 中美要对抗 美国要赢 美国要赢 第一步 就是先把美国的劳动市场 给降温下来 先把美国的建厂成本 给降温下来 不然美国的工厂 从建造之初 可能就是中国的十倍 那怎么有竞争力 所以我要跟宏观朋友来讲 我们这边有很多绿营 1450要知道 这一次 我们要知道 要打败中国 全世界都要跟着破产一次 这是为了打败中国 所以大家要紧一说死 你懂意思吗 要紧一说死 要帮助美国再制造 要形成一个初步的条件 劳动力 原材料 跟相关再回流的成本 所以这个是大局 假如不升息 这也降不下来 美国再制造 中美对抗 美国一定是输家 所以美国会赢 美国会赢 所以美国大局的升息 把所有的万事 都准备 都具备好 只带资本家的东风回流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不得不然的 假如这个世界就像特拉斯一样 都讲求政治主导 现在美联储做的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假如是用民粹主导 要把中国给 按在地上给压死 美国升息是对的 反过来 美国不升息就是错的 像中国投降 怎么能够忍受 蔡英文怎么能忍受 所以我们要积极的支持升息 小美中国 这是美国立场 所以我们看到加息不是单纯通胀 你要想背后 我们每天生活当中 讲了那么多中美对抗 台湾很多人 什么支持中国 有人可能支持美国 反正选边在 你要知道这背后的因子 好 威脅金融发生什么事情 按照金融时报 美国的编辑委员会的主席提到 他引用了前美联储副主席 Fisher的一看法 英国干预养老机 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不是一个独立事件 而是一种趋势 长期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导致未来金融的不稳定 而且这场危机预告的其他事情 可能会出现 就跟我们讲的瑞幸贷一样 它不是一个独立事件 瑞幸贷破产不破产 它跟雷曼危机翻版没有关系 而是反映的欧洲资本正在匮乏 废雪并没有提到下一个是谁 可是经过废雪的引用 总编辑泰特就讲了四个方向 包括了养老机之外 还有包括了我们最爱的 开放式的投资基金 还有包括房地产 还有政府债券 还有私人资本 怎么说这四个引爆点 第一个看到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基金 投资人最爱买的基金 目前全球开放式的基金 所谓经济 大概已经来到了41兆美金 已经来到41兆美金 全球资产来到41兆美金 大概占非银行部门的五分之一 全球资产当中有大概五分之一 目前来讲 是由开放式基金 来进行一个资金的提供者 随着报酬率越来越低 被迫的进行加杠杆的动作 好 各位朋友 报酬率低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利率 利率走低 利率很低 所以我们在银行的报酬率 我们国债的收益率 都会跟着降低 可是我们为了要赚钱 所以我们怎么办 我们知道加杠杆 加杠杆 加杠杆 来弥补报酬率的不足 这是第一种 各位朋友 这是第一种 因为报酬率过低 国债现金报酬率过低 所以必须用加杠杆的方式 来进行补偿 所以从5%掉到1% 没关系 我五倍杠杆 我的报酬率就变成5%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报酬率降低的 跟利率没关系 而是估值过高 估值过高 一家公司EPS30块钱 你用300块钱买 那是10%的殖利率 10倍本益比 你是用600块钱买 你就是5%的殖利率 20倍本益比 所以估值过高 也是导致报酬率 变低的主要原因 不能只怪利率 是因为你东西太贵了 你东西太贵 自然的报酬率就走低 那怎么办 加杠杆 所以不管是利率或报酬率的走低 还是因为资产的价格过高 这两种因素都使得包括了对冲基金 包括了开放性基金 他们都只好干冒风险 进行杠杆的堆积 杠杆堆积还是小事 重要的是建立了杠杆之后 还要去购买一些可能流动性偏低的资产 这几天我就有个粉丝 已经不止一个了 观伴要特别注意 已经好几个在我们的 有LINE的留言 有在我们的UIT的留言板留言 就是发现 当这个市场一旦发生 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金管会已经介入 就是台湾某家银行 卖了一个瑞士信贷的债券 给投资人 而这个投资人 在今年8月份 本来去银行是要办理美元存款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美元不是在涨吗 台币扁 很多小散户就说 我要去存美元 结果建了银行之后 他要存美元 要存4万块美金 结果理专就洗他 理财专专就洗他 他说这位小姐 这位女士 存美元太没有意义了 你还买美元债券 你买美元债券 又可以享受美元升值的好处 而且又有比较高的利息 这个小姐就问理财专员 台湾最大银行 现在已经今晚会接受消费评议会的评议 这个事情我们等到今晚会办完之后 我们再看我们要怎么把这故事讲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这个女士小姐说 可是我是要存美元存款 你说我买美元战券 跟美元存款一样吗 一样一样 保本 为什么保本 它是瑞士信贷发行的 全球第三大投资银行 是这样讲的 第三大投资银行发行的 非常安全 百多久 定存5年到2027年 它的债券的配息率超过4% 比美元定存还要高 而且它是美元 所以美元升值 你先赚美元对台币的会 会对利益 另外它的利率 比美元存款来得高 一个percent 你不是两头赚吗 那它是美元存款 差不多就买了 买了 好 最近债券持续走低 从8月初到现在为止 这档债券跌幅 已经接近了10% 发现不对 因为看了今年的节目 它赶快想去赎回 就一不得了 不是保本吗 上礼拜去这家银行吵架 剩下多少 剩下赔了8% 已经赔8% 那说我要赎回 你知道这个理财专讲什么吗 因为这档债券没有流动性 我们现在可能要 你要出的话 我们可能只能挂 你要赔两成 就是100块 我只能挂80块卖出 不然可能卖不掉 你要确定要赎回吗 这个小姐女士 你确定要赎回吗 我跟你讲这是真实案例 正在发生 正在发生 这几天还有台积电的 美元债的粉丝 来问我们这个问题 都很复杂 现在债券出问题 关键有什么原因 第一个过去利率太低 第二个过去的价格太高 所以这两个原因之间 逼迫的所有 包括了法人 包括一般投资人 包括了养老机 包括了投资基金 他们都只好加杠杠 只好加杠杠 而这个加杠杠之外 更重要是 他们碰到资产荒的背景之下 买了很多欠缺流动性的资产 我在以刚刚这个故事为例 刚刚这档发行债券 它大概是2000万美金 大概是2000万美金 来我跟大家讲个故事 这是个2000万美金 2000万美金的发行 其实不大 瑞士信贷发2000万美金 它的到期是5年期 票面利率给的是4%左右 是这样 是个条件 好你要注意到 这个感觉还不错 瑞士信贷发行 你只要开始买 它先变4年11个月 它就不是一个标准品 它就不是一个标准品 你说我们想讲 5年债7年债10年债 只要发行之后 过一个月 它就变4年11个月 10年债就变9年11个月 7年债变6年11个月 它就不是标准品 这不是标准品 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个OTC市场 它其实没有流动性 你报5年到期 没有问题 但中间有任何风吹草动 不管是信用风险 还是交易风险 还是利率风险 一旦发生 它没有流动性 想卖是卖不掉的 你必须割肉 才有可能 勉强找到成交者 而这个故事的范例 我要跟大家报告 就刚刚还以这个例子 因为现在这个事情 在厨运当中 只要银行处理好话 我们就不把这个银行 给揭露出来 因为这个债券有问题 你知道吗 2000万的债券 怎么可能零售卖4万出来 没有这种单位 所以事实上 李砖跟这位小姐说 我们挂价只能挂8折 不然卖不掉 其实是卖给自己 银行干嘛 市价可能是92块 现在100块买的 现在跌到92块 所以赔8% 这位像我们申诉的小姐 说她想赎回 8%我赔 没关系 我不要 我不玩了 她说但你要卖 现在只能挂80块 还不见得卖得掉 还不见卖得掉 我刚才讲个真实事实 事实上80块是谁接 是这家银行给接走 她赚12块 她偷偷赚走12块 也不能怪这家银行 因为这个没有流动性 银行虽然坑了客户 宰了客户 宰12块 她也是为了规避自己的风险 因为她买下来 她也卖不掉 所以她必须把这个风险 转嫁给客户 好 官员我要特别注意到 台湾很多理财专员 现在卖的商品 卖的产品 越来越奇葩 这种2000万的个别单一债 这种报酬率 竟然可以把它切割 分拆给客户 所以官员要特别小心 跟谨慎 要特别小心谨慎 说一句实在话 很多理财专员 他专业的背景不够 他是靠手续费在行销的 所以这要特别做观察 好 我们看政府债券 其实目前碰到的问题 也在如此 尤其是大银行 不愿意扮演造势的角色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 美债的流动性溢价 不断的升高 过去一段时间 官员 这个流动性溢价 就是我刚提到 100块的债 现在市场挂92块 为什么这位投资人 只能用80块 银行把它卖掉 这中间12块 就是流动性溢价 就是流动性溢价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的资产安全 假如真的要挤兑 你是卖不掉的 你真的要挤兑 是卖不掉 而流动性溢价 可能会越来越大 而流动性溢价的背景 是波动率正在放大 所以波动率发大 再加上溢价走高 这使得目前对于卖方 是非常的危险 才会出现在两周前 英国的养老金 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破产 你账面的价值 跟真实变现的可能性 出现极大落差 出现极大的落差 想卖是卖不掉的 你不要开玩笑 所以账面上4千亿 你正在市场上 明天卖4千亿 卖不掉 可能3千6 可能3千2 可能2千8成交 所以巨大的流动性风险 跟流动性溢价 已经发生了 所以这是目前市场上 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还是一样 包括私人私本跟住房 主要的原因 就是来自于过去 长期利率过低 引发的杠杆率太高 所以面对这一次 我们看到 不管是美国30年期 固定贷款利率 还是ISOS的贷款证券 你看价格崩成这样子 这个价格崩成这样子 从一年前110件 低到90块 这是债券 这是偿付最优先的 都出现巨大风险 所以大家对于 第一个 杠杆太高 报酬率太低 所以追逐 更长到期日的商品 而这个变成一个死循环 它不可能被解决 它不可能被缓解 尤其我还是要提到政治面 观众 你心不希望美国赢 很多人观点 当然有人像 世光立场 当然是美国不会赢 但很多观众喜欢美国赢 美国赢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必须要把美国的劳动市场 给缓和下来 不然美国再制造 没有劳工 制造个蛋头 必须把美国的成本 给降下来 必须把美国目前紧张的 经济环境给缓和下来 唯一方法 就是升息跟加息 所以假如美国停止升息 我们可以知道 中美这场大战 美国可能要输 美国要输 所以美国不输什么 就加息 美国加息 美国不会输 可能害到中国 因为中国资本流出 等会儿 今天感觉要讲资本流出问题 因为美国加息 现在开始把亚洲资本 开始引发松动 这就像是海事松动一样 到底谁是海事 我们就要持续做观察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看一下 这是最近的金融解说指数 我们要提到诺贝尔的化学奖 我们尽量跟大家讲 我们看好一个东西 我们看好比特币 你没有听错 我们看好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在过去100天 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 假如它能延续下去 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所有的数字货币 将会成为所有投资人 必要的投资工具 为什么呢 世光你不是最讨厌加密货币 数据货币 你不是最多骗局吗 为什么呢 我们要从这一次的诺贝尔化学奖 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 大家自己可能Google 可能百度 大家都已经有很多的了解 这一次 其实诺贝尔化学奖 一般来讲 就是一个发现了 在分子化学反应当中 找到了一个超级的媒婆 超级媒婆 什么叫做媒婆 就两个人没有相遇 两个人不相爱 经过媒婆的介入 让两个人可以结合在一起 叫触媒反应 可是这个触媒很重要 因为触媒之后 媒婆要退出 你不能洞房的时候 媒婆还在旁边指导 甚至媒婆下去参战 这是很怪 这不是好媒婆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怪了 老保也没这样干的 所以什么叫做金牌媒婆 就把两个不相干的分子 透过一个很特别的化学反应 来进行一个最新的结合 这叫金牌媒婆 所以这一次三位的得奖人 特别是我们看到Shopless 他是第二次得奖 他主要就在媒合的过程当中 化学反应当中 找到了相关的介质 跟相关的方法 相关方法 这个反应给我们金融带来什么问题 带来什么金融看见 其实在整个化学世界 要如何把分子跟分子进行结合 是非常困难的 我看化学元素表就知道 很复杂 很多化学元素 像以前叫生化价 生跟价基本上要化 很难 生化价为什么那么难 化学的化 生化价碳化系 你要把两个不同的元素 分子做结合 最重要叫化 这个化学反应 其实有时候很困难 这个触媒的反应 有时候很贵 有时候很困难 尤其是不能 让化学工程当中 改变原来两个元素 或两个元素背后分子的 一个展现 你不能影响 不能男生跟女生结婚之后 我们需要男女结合 可以生出更多的男女 而不是男女结合之后 男的变女的 女的变男的 这个媒婆就改变了 整个两个分子的属性 所以这次诺贝尔化学奖 最重要的 他找到一个非常中性的介质 找到了一个金牌的媒婆 好 观众 我们就要回来看 什么叫做金牌媒婆 昨天的话题就在这边 昨天话题就在这边 昨天其实还不是诺贝尔化学奖 而是诺贝尔物理学奖 为什么 因为在量子物理当中 有一个测不准定律 什么叫测不准定律 就是你能确定它的位置 但你不可能确定它的动能 你能确定它的动量 可是你就会确不定它的位置 好 这个怎么会 有两种讲法 一个爱情 你爱不爱我 爱 有了点 有多爱 有多爱 就是你可以测得那个爱 可是你不能测得了有多爱 有多爱 我非常爱 有多非常爱 我可以为你牺牲一切 有点点 那理论上动量 那你怎么还不去死 不是牺牲一切吗 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它的位置 但不能确认它的动量 能确认动量 就不能确认它的位置 好 观众 中国古话还有一句话就很像 这个叫百善孝为先 论心不论行 你可以确定它的位置 但你不能确定它的动量 万恶银为首 论行不论心 所以量子物理 其实2000年中国 在作人储当中 就已经很明显了 万恶银为首 只看你的行为 不看你的心 所以你心很银 可是你不要犯银的行为 基本上就不算银 孝没关系 有时候有生活的困难 有私事困难 只要有孝心最重要 所以百善孝为先 论心不论行 万恶银为首 论行不论心 这就是侧不准定理 在中文的运用 但我们就要回来观察 所以为什么昨天到今天 我们讲到货币 因为货币理论上 是一个最中性的介质 货币就在市场上 包括商品跟服务 在交换的过程当中 不应该改变商品跟服务 原本的价值 我给员工薪水 我给台币 或给等值的美元 或给等值的日币 理论上是没有差距的 不会因为我给等值的美元 员工比较高兴 我给等值的人币 员工比较难过 理论上不应该出现的 所以货币它应该作为物交换 或服务交换当中 一个中介值 而不应该改变原来的商品 或原来服务的观察 所以之前我们特别有提到 我们有提到 就是8月26号提到 什么叫做价格稳定 就是价格水平的预期够小 以致它不会对于企业跟价值的 财务状况 产生实质性影响 这是Jiggins Hole 当时鲍威尔 30分钟演讲只讲了8分钟的结论 什么叫做合理的货币 什么叫做中性的利率 就是价格的波动 跟货币本身 并不会影响企业跟家庭 它对于要不要消费的判断 它应该是非常中性的 所以我们来看比特币 比特币不得了 它终于出现一个非常恐怖的 中性货币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特别观察的 特别观察 比特币到底什么是多高 什么是多低 到底什么叫泡沫 什么叫做估值 我们不确定 但作为一个货币 最关键的是要中性 比特币过去116天 都在2万块左右 都在2万块上下 最低带为1万9200 最高不会超过2万5百 就在这个区间 撑得非常久 好 各位朋友 你可以当做一个资产 它就是一个形态 假如它不是一个资产 它要取代夸张的美元 要取代一个即将被淘汰的英镑 它第一个条件 叫非常稳定 它稳定116天 不打紧 到它稳定232天 我要跟大家报告 它就要取代美元 它能够稳定500天 它就已经要替代美元 所以我们特别观察 加密货币终于可能找到一个均衡点 它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而是只要它价格不动 不动 你不要去买它 你买它涨上去 它就脱离一个货币中性位置 你也不能卖它 它一跌 它又脱离了一个中性货币的意义 它只要在这边横盘 横盘了越久 我们以比特币作为观察 它就有取代 现代信用货币的可能 这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 很重要是发现戒指 而这个戒指最重要是不能改变 在化合过程中 原来元素跟分子的本性 货币也是如此 一个稳定的货币 一个中性的货币 它不应该成为 有任何的资产性质的影响 不能因为它高 影响到了物价的通缩 不能因为它第一 引发通货膨胀 它应该永远的很等式 它怎么很等 相对很等 相对很等 只要它相对很等 我们不要管它是几块钱 这不是测不准理论吗 我不要管它在什么位置 我只要管它动量就可以 所以各位朋友特别注意到 比特币不会成为一个资产 就是因为它失去资产的意义 形成了一个躺平死人线 各位朋友 它躺平别人死 这躺平死人线 一个真正好的货币 它就会长期的稳定出现而存在 分享给大家 好 这篇广告我们还进步补充 包括昨天我们提到的金融稳定利率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从今天日本公布最新的外汇储备 还有中国的外汇储备的流失 亚洲外汇储备的大举流失 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各国央行资产负债结构开始改变 在资产负债表结构的背后 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中美日 这群牛前三大经济体 它的货币层数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到底是宽货币仅信用 还是仅货币宽信用 各国央行当局的企图 心在什么方向 跟2023年行情会有什么影响 稍微拼一个 在今天部分为大家做进步的观察解读 感谢观看